大家好,我是兰迪,欢迎你跟我一起拼读小出一千核心词 咱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叫单音节词欧组合 什么是欧组合呢? 意思就是欧字母和其他字母会产生新的圆音组合 咱们从颜色上面可以看到这个相同的颜色 其实它的发音规律是相同的 比如OAOE还有这个IYOIOY 这个OOOO还有OUOW 那如果大家不记得我们的欧字母的发音规律了 大家可以回到我们第二个专栏自然拼读那一节课里面 去重新听一下 我们今天就直接带到例词当中去进行拼读 看第一组组合OAOE叫老大说话 什么意思? 就是组合发音规则 咱们不用死精英背 你只需要记住前面的字母是老大 后面的小弟不说话 那欧字母做老大就读O 那这个单词就拼读成COOAT COAT 同样的规则 BOOAT BOOAT Very good 接下来FLOOAT FLOOAT 再来O GOO GO 非常棒 最后一个OE也是老大说话 读O TOOAT O TOO 大家有没有发现 真的拼读规则能让我们一辈子受益 认真学起来 咱们内容不多 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 那就更厉害了 我们看第二个组合 小猪猪配起OI 等于OY 它发出来的声音啊 就像小猪吃东西一样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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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Y OI OI Salt OI Toy Σ OI SOIL 非常棒 好了那再看下面一组 O组合有两种发音 它的名字叫布骨鸟叫 就是这个感觉啊 短音的时候啊嘴巴不撅 就是长音嘴巴撅起来 那我们来开始啊 第一个单词 不要撅嘴 对了撅嘴就变成固的 固的就不好听了 发音就是错误的 来开始放松下巴 Good Cook Foot Look Wood 那既然老师刚才说 OO的组合有长也有短 那咱们考变音题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这个题怎么做呢 如果你有记不住所有单词的话呢 咋办 Landy老师给你总结了一个口诀 小学阶段的单词 一般情况下就这几个是短音的 就是这第三组 那咱们用一个顺口溜把它串起来 好 厨师 脚 看 木头 书 就是短音 剩下来的其他的一般情况下都是 长音 乌 好 再来说一遍 这个短音口诀 好 厨师 脚 看 木头 书 你记住了吗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OO发 乌 长音 嘴巴撅起来说 就一定能说对了 好 Number 4 U K U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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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s 梤 TS 用 exem 淀 吗 ino very nice 好 那我们来到O组合的最后一组 O U 和OW 是猛虎下山 大嘴一张 AU AU 这个口型是有一个变化的 阿 म 连起来 阿 好了 这是所有英语 发音里面嘴张的 特别大的一个口型 希望你可以刻意练习 来,number five ow, out ow, mouth ow, south ow, sound ow, cloud very good 这是欧语法 ow 我们还有一组ow 发猛虎下山 ow的音 number six ow, now 有同学发音只读一几半几儿 说读no 你看你的嘴巴并没有张开 只要张大 ow,这个音就发出来了 now, how ow, how 不是who 是how, good ow, down 有同学会读成 down 你没有一个大嘴的口型 你的发音就一定是错的 是吧 down 能找到这种感觉吗 ow, town 最后一个 ow, crowd very well very well all right 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 ow组合的所有单词 都已经讲解完了 现在呢 请大家不要看视频了 landy把所有的单词读一遍 希望你能够听到声音 就能把单词写出来 并且写对 好吗 一起加油哦 number one coat boat float goal toe number two boy toy soil coil noise number three good cook foot look wood number four cool pool school room food food number five out out mouth south sound cloud cloud number six now how how down town town crowd well done guys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节课见 bye for now